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光复乡为全台最大原住民乡镇 人口过半 部落的原住民议题也备受关注 而今天上午原名级的代表 包括了副主席吴一针、吴辉明等人 在乡镇总质询的议程中 是针对目前部落面临 畜牧场、黑水盲环境污染威胁 以及这个部落文件站营运问题 还有办公大楼彰显族群文化异象等 轮番提出质询及建议 原住民人口过半的光复乡 光复乡待会总质询议程焦点 也就锁定部落原名议题 像代表吴荣里 首先就重新建的办公大楼 族群文化符号异象不显著 和乡长林清水直求对决 我会讲这里还是真部这里 还是做正面的 葡萄 要我们的演出人不吐出来 只是说目前因为我们的预建 会在那边拿到 现在我们的工程 不要做起司 一产给我们三百万 乡长林清水强调 光复乡多元族群 相互包容 彼此欣赏 说服多数代表 不过出身太巴朗部落的副主席吴依珍 吴辉明两人 针对目前部落面临畜牧场 黑水盲进驻设厂 可能造成生态环境 部落生活的冲击污染 强烈提出质询 这次应该不会讲 上次公司会这样 不忘而散 我们想要得到的是 一个非常好的 两方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方式 那就要依照原机法的规定 去做部落会议的 同意事项的志向 乡公署原名课长 亲上火线说明 乡长林清水则建议 透过成立部落会议的运作 与业者充分沟通 交还意见 对于乡内部落文件站的设置 以及经营现况 却仍有近三分之一的部落 长者未蒙其力 向代表郑万正直询提出建言 这部分我们乡公署 要协助来帮忙 如果要很多社长 他愿意跟中央了解一下 用什么方式可以设计 也不一定近很近 才会互相拉扯 不是 让我们剩下的一千多位的长者 都能够有机会来享受 这样的平成功 光不相为全台阿美族最大乡镇 且拥有最渊源流长的阿美族文化 部落发展建设 族群文化教育 甚至生活议题 相待会搞独关注 而对圆明级代表 轮番咨询建议 乡长林清水相当重视也强调 创造光复乡多元族群 共存共荣共好 永远是他的施政重点核心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创造光复町的君子 灯 高复